记者蔡张胜竹市报道,为感谢长期来为身心障碍者及家庭付出的专业照顾工作者,新竹市政府今天表扬21位专业服务人员,市长林志坚并一一颁奖,其中守护天使二人组陈家秀,张凤美,照顾特殊需求孩子近20年,让原先无法说话的孩子成了被属小神童。 林志坚感谢所有专业工作者,让每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,温暖了城市每一个角落,新竹市因你们而幸福。 货班身心障碍服务员类长相的陈家秀,张凤美,来自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计会,是相互陪伴的老同事,守护天使二人组20年来共同陪伴有特殊需求的孩子。 张凤美是短拖员,由于自己也有一位智能障碍的孩子,能深深理解照顾这无法抽身的困境,即使出门办事30分钟也很困难。 因此19年前投入喘息服务,照顾边前自闭过动症的孩子,曾有孩子在他面前发作40分钟,让他紧张又心疼。 幸好服务员接受过专业训练,能立刻保护孩子不受伤害。 陈家秀则是家托元,专门照顾智能障碍的孩子,陪伴有重度智能障碍的孩子东东。 从4岁到15岁长达11年,自小就被专业老师判定,很难学会讲话。 但续看到孩子的特质与秦人,在长年的细心陪伴下,让他不仅能开口说话,还能背诵。 克文成背书高手,更能开口说四种语言,看着孩子成长,非常有成就感。 陈家秀说,有次孩子在返家前,用尽全力开口向他说谢谢,是他最难忘的感动记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